各位今天又来看新车 是一台我很喜欢的类型的新车 是一台全新的MPV叫做M9 而这台车品牌各位看看 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品牌吗 这其实对于我们车迷来说应该都听过 比较熟悉的传统品牌 它叫做奔腾 只是换了一个全新的车标 看起来有点陌生而已 而今天我就特意过来摸摸底 看一下这台20万级别 用传统2.0T动力的MPV究竟是什么水平呢 这台载人多功能用途的MPV 空间实力肯定是第一个要考虑的指标 而这台奔腾M9它的空间 或者它的尺寸水平 确实放在同价位20来万MPV来说 都是很得体的 5米2的车长 2米的车宽 1米94的车高 还有3米2的轴距 这个实力放在这边都已经相当不得了 只是看外形 真的是相对比较严肃平址一点 而且加上这样的高度的话 我认为它是绝对的商务取向的MPV 个人取向可能就难一点 尤其是家庭 如果你开这么大一个MPV 去一些商场停车 万一遇到停车架 基本你就没有机会在那边停 1米9的车高 很少停车架可以进到这么大的MPV 只不过这台车配置有点弱 只有单边垫滑门 你看这边都是手动的 前排的两个座椅的这种滑动形式 还是用手动形式 但是它没有解释说 这台车还是主打性价比 留多点价格区间 让各位后期去改装 有更多的余地 看你们接不接受了 这台本台M9真的得益于 它的尺寸足够大足够给力 所以它内部的空间 或者乘坐的感受是相当不错的 前排四个位置不用说 功能啊移动啊各方面 最基本的肯定都有啊 前排还有按摩通风加热全部都行 最难的是第三排 你看我现在就做到第三排这里 空间还是相当好的 前排座椅已经处于一个 比较舒适的乘坐状态 我做第三排 还有这么多的西部空间 同时第三排的座椅高度 反正我一个手掌都没有它那么高 所以做到第三排整个座姿 是比较自然 乘托是比较到位 同时就算我做的比较直 你看我这个头部空间 还有这么多 所以一米九几的车高 它是真实用得到的 车点还有这么大的全景天幕 这个是不能打开的 反正坐在第三排 整个乘坐的感觉 开眼感都挺好的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第三排的座椅 坐上去 明显整个座感 是比前排要做的更加软一点 更加好的这种沙发感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对第三排的尊重程度 照顾程度还是做的挺好的 前排的做法都实用为主 你说很丰富的配置 它不至于 但是主流需要的基本用 比如大屏车机 装Air 然后各种的互联功能 它都配给你的 然后这边有夜市仪表 自动雨光 自动大灯 基本的一些功能 还齐全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类似里面 这一个无线充电板的位置 尴尬放在这里 可以卡住一个比较大的手机 的同时 如果你要看导航 你都不用另外再去买 什么手机支架 直接放在这里 用雨光 其实已经可以看手机 看到导航的一些信息 同时还能充电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 同时它类似的 储物空间相当好用 比如这里放杯 放东西 这有些小的储物格 这边有储物格 这边有储物格 最重要的是这个储物格 非常大非常夸张 放这种抽纸 轻轻松松放三四个 看完全没问题 所以整一个类似的风格 我觉得就是实用至上 好那驾驶动态部分 这台M9 它是配了一个比较传统的动力 2.0T 48V 配8ATI性的变速箱 那这样一套动力 发现几年前 绝对是黄金动力 但是现在因为很多车也开始 混动 PHEV 存电 现在看起来感觉 有那么一点传统 但是 另外一方面 的好处就是 它比较成熟一点 确实 现在在开这样一套 动力匹配 觉得确实很完善 怎么开 在山路开 在市区开 在高速开 都没有让这个动力感觉有一些 顿挫 反应很雌 很奇怪的动作没有 整个动作很顺 也有力 高速有力 市区也比较轻快一点 可能 小小的不足就是市区 它的起步没有那么轻快 可能因为是MPV的缘故 它不会调的那么充 起步相对慢那么一点点 但我觉得这个调效还是合理的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2.0T的动力 稍微这个发动机的声音 如果急踩油门的时候 声音还是比较多 比较明显一点 这里做的确实有些不足 但另外一点我觉得感受很好 就是开着一个这么大的车 5米多的车 其实整个转向或底盘的感觉 还是挺轻盈的 这个转向意料之外的轻 所以今天这个试驾区也相当大胆 安排了一段山路 让我试驾一下 开这么大的MPV去走山路 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 确实整个转向或驾驶 感觉不会让你觉得 开了一个很大很笨重的车 掉个头拐个弯 就觉得很笨 要用力把这个车的车头摆回来不溃 整个驾驶感觉我还是觉得OK的 不过今天我主要做的位置 不是车头驾驶员的位置 而是后排的几个位置 去感受一下做老板 做后排的感受 这一点我觉得 这台M9的底盘 绿震动作还挺不错的 它的后悬挂也是用了一个 独立的多连感悬挂 所以后排第三排的绿震感受 静音或整个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确实这么大的车 它的动作是调整比较轻盈一点 比较快一点 不过说有些大的MPV 哇很笨重 过一个坑 砰砰过去 然后整个车要砍几下 它没有 所以整一台车的动态感觉 动态姿态 是有点好的 意料之外的好 看起来 不要翻正 比较笨的车身 但是开起来发现 诶 意外的心跨了 经过一天的试驾Modi之后 可以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 第一个优点 就是这台车的空间是绝对够大 硬实力够 第二就是它第三排座椅 做得足够舒服 无论是乘坐空间 还是乘坐的体验座椅都是很好的 第三就是它底盘 输入性也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绿震方面 但是不足第一就是它的配置做得不够完全 另外就是它的动力系统比较单一点 只有汽油机一个选择 所以这台车这样的尺寸放在面前 我认为家庭用户可能选择它是比较辣的 因为平常用起来或开起来相对有点 笨重有点太大的感觉 但是对于公司家庭用户 商务接待来说 这台车的空间我觉得就很吸引了 无论是载人还是载东西 载满7个人的时候 还有一定的行李空间 或者做7个人的时候 那个体验是相当不错的 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买这样一台大车回去 再去自己改装按自己的需要 做一些不同的设计 就商务MPV很多人喜欢去改座椅 改里面的空间地板之类 这台车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 给各位满足你不同的需求 可能未来要做这种改装商务MPV方向的话 这台车又是一个新选择哦 这台车又是一个新选择 我们的新选择 我们的新选择